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欢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屈申教授 大家好 屈申 上海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 肥胖学组组长 同级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主任 欢迎我们的健康分享员妞妞 大家好 妞妞 演员 资深吃货 巅峰体重192斤 那咱们直接了道 我们先来看白色肥胖 大家先看看这张图 我们一般的形容白色肥胖 你脑海里首先想到了杨贵妃 就是这个皮肤白白的弹性也好 然后呢这个人呢也兴高采烈的一种复习气样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有这个说法 叫代谢正常的肥胖 相对健康 没有高血压 血脂也正常 脂肪肝炎不重 血糖也正常 活蹦乱跳的 胃口也好 脾气也好 欢欢笑笑的 说实话 我刚刚看到这个照片 我以为是他们导演组拍了我的肚子 所以你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对 但是有一个情况 我后背不是这样的 你后背是什么样的 还算平坦 没有那个褶状 你还没到这种程度 这种程度 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吓人了 37 38了 好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啊 这个白色肥胖的特征 皮肤白润 弹性好 腰臀比小于1 哎 其实我觉得好像都是正向的词 这个比例感觉模特身材啊 像这个腰臀比腰围呢 是非常能够表示 你这个代谢正常不正常的一个指标 我们亚洲人呢 女同志呢 不要超过85厘米 男同志不要超过90 腰围和臀围就像 这个样曲线型的就叫离形腿胖 但是如果是你腿也开始细了 皮股也开始小了 腰开始变大了 那就变成苹果型了 这就要出问题了 所以脂肪长在该长的地方 对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处的 那当然脂肪是非常好的一个仓库 内分泌仓库 它不光是一堆油 它里边有很多的激素可以分泌 长在哪些地方是比较有益处的 我们一般的分为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最常见的地方呢 我们要外周 就是你四肢 然后下半身 但是内脏脂肪呢 长在中央 从脖子后面一直到 就是中段肥胖 上半身 然后肚子里最可怕 但是有的隐藏的更深 我们现在跑到肝脏里边了 就出炼脂肪肝了 对对对 我们跑到肾脏里边 影响肾脏功能 叫脂肪肾 还有脂肪心 甚至现在研究 骨髓里脂肪增多了 引起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都要用医学仪器来测 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就我一直它打开的这个 就是白色肥胖这一栏 我就没明白那个小鱼一 它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你的腰围比上你的臀围 你想测一测吗 对我们现场 对我现在想测一测 眼见微信 腰围比小于一 是区分白色肥胖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要小看 只是量个腰围 这里面也有不小的门道 大家也可以拿一根皮尺 跟我们一起量一量 其实量腰围也得讲究科学 因为大家现在没什么感觉 但是胖的病人 你真是两个人 有的时候都忙不过来 所以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以棋位中心 我们科学的呢 其实要算一下 内下缘和卡级上缘 要再算 但是你们自己在家量 以棋位中心再棋上 一般的一个厘米到两厘米左右 好 那咱们试一下 穿的地方量 另外也不要穿太多的衣服 这样就会量力 你别憋着 它憋也没用 憋也没用 这个位置是憋没用 对 102.5 好的 全是齐上还是齐下 102.5 104 刚刚是没有大语意 等于语 快等于语 快等于语 不行我觉得腰围不对 再量一次 真的 腰围不太对 要往上一点 因为后面有一个麦克风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要往上一点 你要往上一点 你不对 我就觉得他位置 你棋位单位 来来来这 你不让人看到你的肚脚 就差这几厘米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不对 就不达标了 我看到了 他往下 因为我在家里长得不是这样子 对吧 我就觉得不对 那差点多 那就是腰臀比是小于1了 你是真真实实在 白色肥胖的行列当中 感觉很娇丽 突然就觉得好娇 但是小于1 你要不要大意 我们要求你的药位 要小于85 才不会出现危险 但是你现在已经超了 只要属于肥胖人群 就不能麻痹大意 但作为相对安全的白色肥胖 他们的减肥之路 是不是就会好走很多呢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 将来你发生这种心脑血管 机会还是多 所以体重达标是最重要的 所以白色胖子也要减重 但是白色胖子减重 因为不用那么多复杂的一些 激素的问题 代谢的问题 所以相对来说 它通过控制饮食 通过运动 增加肌肉的含量 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 体重还是可以减下来 而且减下来以后 它反弹的机会就少 我们这个营养调查研究发现 我们发胖的原因 或者得这些代谢异常的原因 有三大点 第一条是多盐 就是我们的盐的摄入量 还是太高了 就会引起不光胖的问题 水纳猪瘤的问题 体重也会增加 第二个就 显微素太少了 显微素少了以后 你得吃这些精的食品 就会导致你体内的激素 尤其胰岛素刺激的分泌高 高了以后 你不管吃多少 它这个吸收的 就储存的就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水果类的食物太少 因为我们的营养成分 大家一定要记住 除了脂肪 碳水化合物 蛋白 我们还有卫生素 还有微量元素 我们食物里提供的 这种微量元素还是少 卫生素还是少 很多的炎症要靠卫生素 去给它消化 包括这是新冠 我们每天要喝一杯 这个大的含量的VC 这个就可以 所以大量的水果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很多肥胖的患者 他们都不太敢吃水果 觉得太甜容易胖 对 这都是一些错误的概念 是个误区是吧 因为这个水果其实还是以水分为主 所以吃饮起以后 不会引起太多的体重增加 你有建议的水果种类吗 水果呢 我们其实对肥胖病人 如果没有血糖高 高血压 或者高尿酸这种事情的话 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了 一天要吃两到五种水果 以水分多的为主 但是对于有糖尿病的病人 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就少吃 所以其实不是太限制 所以现在我们确定了 妞妞是属于白色肥胖的类型 她只要规整好自己的生活 尽量的健康饮食 基本上就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 是不是 她现在也处于一种危险的边缘 对 所以我也提醒她 而且她非常自律 她减下来了 她如果不减下她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刚才说过了 体重超标了 腰围超标了 虽然你还没有出现很多的代谢问题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将来血脂会出问题 血压会出问题 血糖也会出现代谢的问题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可能还需要再减一减 另外大家一定要知道 减重不在于你短期内体重下来多少 那都不叫本事 本事就是你减重以后身体健康 然后不反弹 一直保持 保持 这个是最不容易的 对于白色肥胖的人群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 就能保持健康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最后一种肥胖类型了 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那咱们最后来看一下黑色肥胖 哇 这个色素沉淀非常厉害啊 而且好像都在脖子这一块啊 这是我给你放的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大家尤其父母 一定要注意肥胖儿童的颈厚 腋下腹骨沟 小孩为什么越来越黑 其实很多父母不理解 他老到皮肤去看病 老觉得他是晒黑的 其实不是的 这种皮肤你说的对是色素沉着 但是它和我们一般的皮肤的色素沉着不一样 你说黑人黑吧 但是不是黑脊皮病 我们医学上有个术语叫黑脊皮病 它要高出皮肤一折一折的 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内分泌紊乱一个指标 我有一个疑问 曲教授为什么它就会色素沉着了呢 你问这问题 什么导致的 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病理活检 就是我们皮下像这种病人 他这个胰岛和受体浓度特别高 它这个就是容易营养价值非常高 所以我们的角质细胞 就皮肤细胞容易增生变大 越长越大越长越厚 结果就堆积到一块了 它里边的受体越来越高 就是吸收能力越来越强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多 我们就最后就是像天鹅绒一样的改变 挺糟糕的 感觉是最严重的了 色素沉着 皮厚肉多 体力旺盛 这个时候的体力旺盛不是件好事了 这就是吃得多 这个长得也快 这孩子有的时候又高又大 就是营养过剩了 这就是现在比较多见的 但是营养过剩同时导致了你胰岛功能超符合运动 它会产生很高的高胰岛数血症 所以这孩子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嘴巴控制不住 这一类的患者 它比较容易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呢 很简单 糖尿病 糖尿病 钢尿酸 高血脂 脂肪肝 炎症 这些病人必须要医疗干预 这个医疗干预好了 它将来就不会发生很多危险 因为我们内分泌代谢病的都是些定时炸弹 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叫寂静的杀手 等到你得了以后再去治疗 这个一个浪费太大 第二个也会影响到你健康 我们有没有一个自我判断的方式 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 我要引起注意了 可能是黑色肥胖患者 我们有没有一个自我判断的方式 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 我要引起注意了 可能是黑色肥胖患者 刚才我说过了 妈妈爸爸一定要注意 小孩这个皮肤后面 有没有高企的这种凸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精力旺盛 小孩子 他又有肌肉又有脂肪 但是又有炎症 所以他精力旺盛 他永远吃不饱 我碰到很多小孩子 晚上爸妈不让他吃了 他把东西藏在床底下 睡觉之后再吃 为什么呢 我就说他不是又残又懒 他爸妈经常说 因为他的胰岛素水平很高 他在生长发育的阶段过程中 胰岛素高了以后 如果是他活动量大了 他这个胰岛素高了以后 他会引起低血糖 他没有到完全的胰岛素抵抗 他低血糖 你们都体会过低血糖的情况 心慌啊 饥饿啊 很不舒服的感觉 尤其减肥的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 也另外刺激大脑兴奋性 另外一些体内的激素检查 我刚才说过了 肝功能也会出问题 尿酸也会高 肾脏也会出问题 甚至有些小孩子出现蛋白尿 还有女孩子 女孩子月经肯定不正常 就是他经常是 我们有一种叫 多囊卵巢中活针 有的是先天性的关系 有的就是后天 胰岛素水平很高 雄激素很高 他说话声音也开始粗了 身上也开始多毛了 然后脖子也发黑了 月经也不正常了 将来也会不孕不育 像这种必须早期干预 所以这些都是可逆的 我们很多小孩子 体重下来以后 把激素水平降低以后 他变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黑胖子 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 再让医生处理 现在大家知道了 四色肥胖 会遇到的问题 和面临的风险 希望如果出现了 疑似的症状 还是要去医院 做专业的检查 及早治疗 才能防止以后 发生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今天崔教授给我们 提供了很多的方式 也非常的科学 电视间您如果还有 什么样的肥胖问题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 官方微博 写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会请专家来 为您解答电视间 您还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到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明依化养生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再次谢谢二位 我们明依化养生 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